搬自己家也挺费气的 对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我要先跟大家 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花 特别多的时间 来准备这个slide 所以有一些地方 可能比较 有一些细节 你可能会觉得 过于学术了 我没有 介绍的不是很清楚 你随时打断我 包括online的朋友 就是在线的朋友 如果你要是觉得 我讲的不太清楚的 或者是过于technical的地方 可以随时打断我 谢谢 那么我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题目 其实跟我去年的介绍 不太一样 去年在这里的 朋友们可能还记得 我去年讲的是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免疫系统 来诊断早期癌症 这个我们现在也还在做 就是我们实在是 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并行的一些方向 OK 这边我就 在这上 对 就在这上 那我们 这个 就这个 对 这样 再换一下 是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题目 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方向 是我从去年开始做的 我去年介绍那个时候 从大概三年以前 我们的实验室 大概从实验室在UTSA3的成立之后 开始做了 那这个呢 相当于是branch out的一个方向 就是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 首先介绍上我们的研究 随着人体的时候 免疫系统的衰老 跟我们的这个 跟外界接触的这个 我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说 因为免疫系统衰老了之后呢 我们如果得了感染 要恢复的时间变化 然后呢 出状变化 然后得那个各种各样的 冲发症的可能性 所以说那免疫系统衰老了 对我们就是 就是 健康衰老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 或者是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对我们的 就是对抗这些 不常这样的 就是现在新冠 新冠之后 下一个又不知道是什么 对我们的病毒感染了 也许对我们的 这个生活质量 会有一个质的 一个improvement 那么 我想介绍的这个 这个课题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 来免疫系统的衰老 这个衰老它是一个 可以说 我们感觉它是一个 慢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 又是感觉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 主观体验 那你的免疫系统 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 是让我很对我的免疫系统 所以说这个人 能够在功能上 这个老大免疫系统 或者是多样性上 来特量免疫系统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难的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如果我们真有 有什么可以测量了 这个85岁的老人 这个免疫系统 应该是什么样 那我能把 最快到70岁的老人这样 比如说 这个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的 能希望达到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的灵犯系统 那么我们的灵犯系统 我们两种重要的细胞 一个是T细胞 T细胞是分明科技 就是说你 你暂测的那个 能够进行科技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科技 这样多 那么 那么 当然这个病人 在这地方里面 去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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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 嗯 对 对 对 我插一句嘴 那个声音呢 忽近忽远 你一转头声音就不见了 可能要对着那个microphone 我想对着你电脑的microphone 我不知道那个电脑 那个microphone怎么设定的 Crystal 我已经帮他别了一个microphone 在他的那个领口这边 所以应该是OK的吧 再试一下 等一下 好 请他在 你再说几句 这样能不能听到 这样好多了 好的 那可能要麻烦你从头开始 因为前面都没听到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还是有一点 这个 不太适应在这 好 我再 其实前面也 没有讲太多的 主要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做报告 给大家报告的这个提示 还是有问题 李博 还是有问题 没有 没有提示 人的生活上是非要的 打击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提示 把这个提示 这个提示 你看看这个提示 帮他 帮他 就是有一个这个 比如说对新冠病毒打养的 这个提示 比如这个提示 这个提示 有一个提示 那么他会在这里 直接上 然后生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 这个提示 有提示的提示 然后最后呢 您感觉到 马尔国就 比较往了新细胞 你待会给大家 当然会释放这些 对程序 或者没有什么 这些勾克力会 进度地跟新细胞分离地看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 新细胞 光一种细胞 那么所以呢 这些新细胞 它是 能够识别 到山上的 目标细胞 翻过的 因为呢 就是这些细胞 怎么知道 现在能听清吗 先生 那个李博 你能不能请 那个李博士 对不起 我要插嘴 请李博士 不要转头 很抱歉 你好像一转头 声音就消失了 能变换 继续包座 那边的感染 也能好爱 是吧 那么爱情把它变坏了 就是基酸与持热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就继续往来讲 那么第二步 当它识别了 这些抗议 这些抗议 那些什么呢 就是那些草 地方上面 地上面 就是小酸菌 这些小酸菌 它极有的 对我待会 你继续接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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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已经调到那个speaker上面 现在呢 现在很好 OK 可能感觉也是 可以了 可以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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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这个技术它使得这个做好的细胞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如果它出错了的话 我们可能会得很多病 比如说它是识别了我们健康的细胞 那么我们就会得各种各样的自免疫疾病 比如说这个糖尿病 一种就是异性糖尿病 其实是这些细胞出了问题 它攻击我们自己的胰岛细胞 所以能够导致病 所以说还有一些细胞出了问题之后 比如说风湿啊 然后还有多样性硬化啊 什么其他的就是人体的一些很严重的自免疫疾病 都是因为细胞识别这部出了问题 那如果它识别了之后 它正确的识别了之后 它应该干嘛呢 扩增 比如说原来啊 一个体细胞它会变成一万个体细胞 因为啊我们的这个被感染的细胞很多嘛 对吧 新冠病毒进来了之后 好多好多体细胞都会被感染 那么感染了之后 你的体细胞跟你是不够的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体细胞扩增 扩增了之后 这些这些体细胞啊 它就会随着我们血液啊 流到那些受感染的地方 就把这些这些细胞清除掉 那么最后就是这一点 看到的这一点 它是其实是很往后的一部分 那么T细胞是怎么样识别 这个就是比如说被病毒感染的这个细胞 这一步非常关键啊 这一步实现了之后 它才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T细胞跟他细胞都不一样啊 如果是什么细胞都存的那种细胞 我觉得其实细胞不好 那么其实啊 是你的还是我的 就是它就直接全都死掉了 这就不是退性免质 这个T细胞是退性免质 那T细胞是通过什么呢 T细胞这个细胞 它很退出 它的表面表达一种蛋白 这个蛋白呢 是别的细胞上有很多的 只有T细胞有 这个叫T细胞受体 T细胞的加点 T细胞 那么这个T细胞受体呢 它呀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可以识别啊 这个这个目标细胞上面 地场的一个小分子 这个小分子啊 它是比如说这个细胞 被病毒感染了 那么病毒里面的蛋白呢 就会被这个细胞 在这个就会被占捕掉 然后呢 其中病毒的一小段呢 就会在 逸乘到这儿了 这个粉色的这个 就会就是病毒上的一小段 那么病毒上 那么病毒上的这个蛋白 我们的人体的细胞细胞是没有的 所以T细胞就知道 啊 这个细胞被病毒感染了 因为像上面有一个小段 病毒的这个蛋白 所以呢 就是它对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识别这个 这个 这个 大约细胞 就是这个感染 而T细胞识别 这个目标细胞的 这种 这种小的 这种小的 叫做胖源 它就好像是 钥匙 卡到锁里边 你看比如说 有很多 那么一个T细胞呢 它就 它就识别一个 或者多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T细胞吧 它就只能识别 这个 那么 也就是这个T细胞 它比如说只能识别 新冠病毒的 某一个序列 那么另一个T细胞呢 它对识别 比如说 流感 流感病毒 再换一个T细胞呢 比如它识别的是 比如说 增加热呀 甚至是 爱因病啊 是其他的一些病毒 等等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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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细胞 T细胞啊 它这个 识别的这些抗源 它是很特意的 比如说这个T细胞 它就识别这个 或者就识别这个 那么其他的 它都插不进去 也就是说 你把这种T细胞的 识别新冠病毒 那种T细胞的 你放到流感 被流感病毒感染的 那个细胞里边 它是不会 所以它是 它是非常特意性的 那么 很可惜呢 就是 如果我们光知道 T细胞受体的 我们其实不知道 它是 我们必须得做试验 就是说 把这个T细胞拿下来 我们把各种各种 各样感染的 细胞都换来 给试验它 它到底能使得哪个 它能把哪个 T细胞刷掉 这种情况 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T细胞可以 或者的话 我们光拿出 这个T细胞来 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大自然 就是这么神奇 有这么特意的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 具体来说 当我们把这个T细胞 这个区间里的扩大 这个图看上去 就是很乱 但是呢 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不用太确 就是说 你看 这一小段 这个体做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 就是从新冠病毒中 出来的一小段 这个序列 我们把它叫做 抗原 那么真正识别 这个抗原呢 这个是 这上个是T细胞 下一半是这个 受感染的 这个 那么这个T细胞上 有一小段 区列 这一小段 区列呢 就在这 就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一小块 在圈的这一小块 这个系列呢 它就可以特意性地 识别啊 这一小段 这个抗原 所以T细胞的这块 跟抗原这块 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个细胞 可能带有的 这个抗原不一样 每个T细胞 带有的这块 它也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的 这个区列 才能让T细胞 能够识别 或者的话 如果T细胞 它都长一样了 所有T细胞 识别的 所以呢 当你把这一小块区列 啊 诸宠的T细胞的 这一小段区列 都拿出来之后 你发现它长得一样 每个T细胞 它都长 一个T细胞 长一样 你发现很多很多 那么这个T细胞 识别这个抗原的过程 其实是很 误导的过程 不是一对一对的管理 不是说一个T细胞 它就能识别 一个抗原 其实 这也是这个领域 比较困难的一个 一点 打个比方吧 都不太恰当的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我是一个T细胞 这个呢 这个饭店呢 是一个病毒 那么我到这个病毒里边 我只点一个 比如说 我只点这个大 然后呢 我 我还追到 另外一个病毒 就是另外一个饭店 那么我这回 比如说 这是韩国饭店 我喜欢吃 吃 吃 每次我都点 那么我要带 以太利 软乘 比如说 软乘 任何的 那么我就 什么都不点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T细胞 可以识别 新冠病毒里面的 可以识别感冒病毒的 但是我也不能识别 比如说 任何抗原 那么是不是说 只有我能点这个菜呢 不是了 对不对 比如说换了另外一个朋友过去 比如说他可以点 也可以点这个 可以点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换一个T细胞 它也可以识别 这个抗原 也可以识别 所以等于说T细胞和抗原之间的关系啊 是多对多的关系 一个T细胞可以识别多个抗原 一个抗原可以跟多个细胞实际 那么这个就很复杂了 所以说本来T细胞识别抗原这个过程 我们就不 再加上它要是多对多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领域 现在人们已经讲了30年 对这个T细胞和这个抗原 有多有限呢 就基本上是这么有限 据说99%的总体 99%是发展的 1999%不是不容易 因为人类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抗原 有多种 可以说 人类有多种肌细胞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肌细胞 如果你把血里边肌细胞拿出来 比如说这张照片里是100万的 其实它这里远远的到100万 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这更厉害 比这更厉害 就是100万 你再把它乘以200万 是你血液中的 你有这么多的肌细胞呢 它呀 就负责了你从生到死 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遇到各种各样的感染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比如说 细菌感染病毒 感染机身虫 或者是那个体内的出现了一些不太强常的细胞 它都可以吃掉 那么 那么这个细胞呢 显然就是说 你的样数越多是不是越好 你看你样数越多 你通常类的细胞样数越多 你能够对抗的这个病原体 或者这个细菌 或者是病毒也好 你就有 你就你就 你就越有可能能够出现一个细胞来 最好 比如说你再过几年 又受病从蝙蝠身上又出来有什么新的病毒 对吧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见过 哎 但是你的细胞多 你就有可能有一个 对吧 就是这么个道理 那么呢 这个细胞 那么 可是到了九十岁八九十岁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的 就是这么多大量的这个多样性的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吧 或者是个体吧 就是都死掉了 因为它也是有寿命 细胞活一段时间它就 它真有寿命 寿命非常好 它能活好几十年 但是呢 当人 人的寿命现在越来越长 就在古代人的寿命可能就是四五十岁 那个时候无所谓了 这情况还是挺健康 但是现在人的寿命在100岁的时候 基于细胞的这个 多长期的多样性 应该到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剩下不到百岁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为什么到老的时候 怎么抵御各种各样疾病的这个能力 就下降了 那么我们实验室想 因为随着人体的肥老 这个T细胞 这些T细胞会死掉 它死了 我们什么样的 它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胸腺 胸腺对的气体 它最坏 胸腺是成熟的气体 只要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 胸腺一路在 但六十岁以上 这能再承认 那可以想象一下 继续报答案 多样性的单身的降低 您就是死没了 那么你要想 你要想要有更多的性质 有两种可能性 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到 而且可能会导致胸腺癌 是有一定风险的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胸腺的气体 不管是自体移植 还是自体移植 就是先搞一些新的核心胞 那我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 就是 整体的效果就这样 是对应的面对 可是有没有这些细细胞 就是说 跟我们的认证 就是说这应是涨的效果 对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影响 那绝大都是其他 我们就只增加这些小问题 有没有这些小问题 能不能增加它 这是现在我们 如果有那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我们就只针对这些小问题 大部分呢 我们做不了什么 那我们先不做 那么我先在讲这个早上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个比方 就是说 我们研究了一个 新的研究方法 就是把我们的 这个七细胞的组织 就是什么 我们全算 就是这些组织胞的织 可以想象吗 就是巨大的 不同程度的 就像是一个ARM ARM可以对抗 像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人 那它也确实是这个我们的 和泰国 from各种各样的past 他们可以想象 ARM里边有各种 有的是比如 海经军战队 有的是比如 但现金 有的是残酷 那么他们每一个单元 他们每个单元 就可以想象 虽然 比如说这个军队就是中国的军队 那美国也有一样的军队 对吧 美国也有一样的军队 那么这个军队里边 这个人 美国军队这个人 他长得是不一样的 他长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所对付的敌人 对吧 他们对付的敌人是一样的 那好了 那我们不管这个 这个部队 这个军队 我们只知道 它有很多的单元 每个单元 都可以比较 这样的话 不常的人 我们就可以比较 否则你单独靠 所以我们是把人的这个 层的细胞 这个组部 把它分成了五千个单元 也就是说 这五千个单元 就对应着五千种不同的敌人 敌人是啥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单元 这些艺术 有某一种不同的敌人 这些别人有可能是静子 有可能是细节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一些 甚至是自己的一些 线条细胞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每一个 每一个小单元 叫做一个 免疫功能单元 就是免疫功能单元 这个不像是 这就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它对付的敌人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到现在 你还讲什么问题吗 信息上的朋友 声音上面还OK呢 那个我是Lisa 能不能听见我 可以 声音还是忽近忽远 那个李博博士一转头 就是你如果一转头 转到那个视频那边呢 我们这边声音就不见了 然后你转回来 面对电脑声音就回来 所以我在想 可能那个声量控制 是根据你的那个电脑 应该是从那个 microphone出来 所以跟那个电脑 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可是它就是声音忽近忽远 因为现在不只是我 现在线上有好些人 都是有同样的问题 再试一下 你再说几句话 你如果一转头 我比方转到那个视频 我比方转到那个视频 再说几句话 是不是没有从microphone出来 好像是没有从microphone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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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how 喂 喂 喂 要找 有 OK 好,現在應該可以 現在好了嗎?現在我要對著這兒說 現在 現在好像好多了 現在應該是沒關係 你剛轉頭我們可以聽得見 好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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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 剛面有新的研究 用年齡 尤其是研究皮膚膜所做的方法 我剛才前面大的圖案 其實就是想給大家用一下 反正我們 人上來說看一看這個地方就能做了 就一定這樣了 花了好多年的時間 所以就來 把這個就能去 這可以加進去 好 好好 好 好好 好 好 很重要 對 你想強調 就是這個 比如說 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 心理一樣 比較漂亮 所以比如說 這是比如說一個人 另一個人可能全部是完全的一樣 你怎麼知道這些 就是我们两脑都非常美丽的 我看到这些细胞都知道 你可能有什么病啊 没有什么功能啊 但是这个现实是 我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在很多年 交往长一段时间里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实验室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来总结说的 我们自己办法 如果说的这个 概括了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本来已经栽造 你看每一个士兵 你先看这个单领 这个核战分队 那么你就知道了 不管这个士兵想什么 你不要你不要 它是个功能的 所以我们把整个免疫系统 就是这个核心包围这个系统 每个人都有这些份 因为你所抵抗的敌人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生活在地球上 你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有这五千份 就知道每一份 人家的年龙可变 对不对 谁让你得到病就怎么变呢 如果是得了癌的话 它多了还是长 这样的话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都可以回答 但如果你看他 这个核心包的话 你是没法回答 这是真的让这种困难 那我们第一个想研究的 其实啊 我们一开始也还是要 研究癌症 研究癌症呢 比如说有些年轻的时候 比如二岁 他这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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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二十 然后变晚了之后 他就只有十 那么这个产物的单元 他就可能在这个研究 就是这个简单的一种 然后发现了 这个二四二八这个单元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干嘛 他随着年龙变好 其实是这样 他现在出生的时候 然后他慢慢上升了 然后他一路減降 那么这个 在另外一个人群中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群 就是一个数量 就是一个数据里面 有六百六十六个人 另外一个数据里面 一千四百多个人 这都是非常大的 一个人群的数据 我想给大家介绍 就是说他是真的 就是这个小单元 他真的就是随着 你看年龄增长 而且呢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你看一个小孩的 这是年轻人 就是从零岁到二十岁 就是小朋友啊 他的里边变化趋势 是一路上升的 到了成年之后 他一路上升 所以他是先上升 后下降的等等 那我们把五千个单元 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发现有十三个单元 是成长的这个趋势 他都是先生和降 然后呢 他这个 他在高 他在二十七岁左右 百保重值 那么他出生的时候 你看一般都比较近 更比较近 然后呢 到了八十岁以后 基本上就回复到了 跟出生者一样的 那么这种先升后降的趋势呢 就说明啥呢 他不是出生不远的 他是随着后天 这个小朋友刚出生后 他的免疫系统 随着后天环境 一点点适应 一点适应增 然后到了成年之后 你的免疫下降 然后不停 所以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否则的话 他对吧 你没有必要去适应这个环境 你想他甚至适应环境 这个过程 甚至有必要让他 变成这样 就不得 那么我们可不可能 那种 可不可能让你十三个 这十三个这个小单元 他们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作战单元 我们让他多一点 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还能维持 比如说在 二十岁不太可能了 比如说在五十岁左右 这个有没有可能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那么首先我要澄清一点 就是说这种趋势 不是我第一个发明 不是我第一个发现 早在大概十年前 就另外一个研究的一个科学体系统 它是现成的 我们身体中有一种体系统 就呈现这种 坚生后降的趋势 这种体系统名字很长 大家不用记住它 就是粘膜相关的 不变的体系统 粘膜相关 它有小年人在魅 这种魅的七细胞 占人体的总共七细胞的 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大概百分之二十 升高百分之四十 都是这种七细胞 那这种七细胞是干嘛的呢 它呀 它多数这种七细胞 被认为是 识别 这种 就是它控制细菌的数 让这个细菌 不会 不会进入到细胞里面 我们就扩定太快 总之就是 让我们的身体和细菌 打得一个疲惑 我们都知道 基本上是有很多 就是我们健康状 没有很多 如果我们控制不住的话 我们就走正常 免疫力下降的话 这个新鲜就开始过样当中 那么这个 你看这种七细胞 就是它出生之后 随着年龄增长 慢慢慢慢上升 一种三十岁左右 它大概达到生命 然后呢 也一步下降 所以它的这个趋势 跟我们的这个趋势非常像 那么后来 我通过研究表明呢 我们这十三种 这个 十三种七细胞呢 都属于这一大类体细胞 而这一大类体细胞 这个妹的体细胞呢 百分之四十 但是我们这十三个 小作战单元 只占这个体细胞的 百分之一左右 所以说要比它更均匀 你这种体细胞 它会随着年龄下降 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那我们那十三个 怎么多 这就是我的一个后果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也就是这些 身上升和下降的趋势 这是一种急速 就是我们身体中 是这个 身上线分泌的一种 就是叫DV 可能有些人听说过 DHN是可以在DNC 是这种保健体 可以买到 它那是作为一种 前体 它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呢 复理成十八种 非常 就是 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十八种基础 都就是广泛的 参与到 和呀 肌肉啊 然后 比如说 脂肪的燃烧啊 免疫系统 各种各样的 这个 那么 有没有可能 说这个DNC DNR和这个 这个Mate 甚至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EAR 因为我认为它是有三十五 它很必须 必须 必须造成 这种 这种 它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链 因为它们 它们peak的时间 真的都是非常 都是个三十五 三十岁之间 就是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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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点 真的是巧合的 精准 尤其是这个P 真的就是在二十五 真的就是二十七 所以说很有可能 这三十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或者是通过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 气息爆发 但是呢 这个当然说 我们也 那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课题是什么呢 就是 无论年龄以外 还有什么影响 这些 比三十五 这些 这个图有点 有点便宜 所以说我们 能观察了几组 一组人是健康 第二组人是 CNV 是 HCNV 是一种 大家可能听说 就是 CNV 是一种非常非常 简单的 最多 百分之六十人 都在 跟血液 没有任何证件 当然了 也被认为 健康 完全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种 进化的非常 简单的病毒 它不会你造成 任何麻烦 它就在你身体里面 所以呢 感染了这个病毒呢 你可以发现 这个E2FU的数据 跟进化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呢 感染了新冠之后呢 年轻人是没有什么管 但是老年人呢 年龄在五十岁 上到六十岁以上的时候 你可以明显 感到有区别 就是说这个 这个以三受的 这个阴性 那么最严重的是什么 是感染了 AZ病 它一下子就降下 它大概从这个 这是 这是 对数 对数 所以说 它大概从健康人 比如说健康人 是五十 六十 加一再降了二十 就是 一下降了 可能一半 所以说 艾斯病病毒感染 对于免疫系统的 这个阻害 是非常巨大 那么当然 这也生长了 就是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艾斯病病毒反应 就会选择性的压制 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群 它并不是所有的基础 都是减少 那就是这群基础的减少 那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肯定神经 会造成的减少 比如说 不用免疫之际 那么什么情况下 人会服用免疫之际呢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哮喘 哮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 你在哮喘的时候 这个小孩 比如说哮喘 他会通常服用一种 内部纯的基础 就是不让他散 那么 长期 长期服用这种 内部纯的基础 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那么一个 要 你看明显的指定 就是 第三个人 要显示的 第一点 还有呢 就是得癌的人 他要显示的 因为得癌的人 不是免疫 所以我们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的免疫系统 属于受抑制的状况 不管是国内 比如说 因为得癌症 或者是不用药 也不过因为得癌 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加速 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加速衰老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能不能逆转这个衰老的趋势 就是说 他不是年龄造成 但是除了年龄以外的疾病啊 或者是一些药果造成 那么我们 这个病治了 这个药不用了呢 癌症之好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造成的这个损坏能回去 能够回去 这个阿斯是可以 可以不封 比如说对于艾滋病病毒啊 感染的 现在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种 抗逆转路 抗逆转路病毒的这个疗法 现在是非常常见 就是艾滋病 都是可以说是 你听了一看 会被抓 那么如果用了这个 这个 ARP这种这种 这种证调 两年以后 我会发现 它的这个 单数unit 有这种 减度的伤害 它会显出的伤害 所以说 在这个药物干预的情况下 可以部分的逆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解锁 那么还有一段 那么到现在为止 这是大概是 half of the time 不思练这个 没有弄太多时间 嗯 就这样已经讲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个 来跟大家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 这个单元 到底有没有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 它随着连接电话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说 实际的 那我现在就做了 这样一个研究 我在新冠肺炎 就是咱俩患者里面呢 我来找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人群呢 这个人群呢 是2020年的时候 中级的一个 一个区别有1400 就是刚刚的 那么这些人呢 有一些就 比较近了 避救病房 有一些就比较近 那我就观察 这些进了避救病房的 这条旅行 没进避救病房 都是这条旅行 也就是说 进了这个疾救病房 可以查一下 在这个 这个ER的这个水平 要显著的 应于这个 没进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 你到我来讲 进不住进 这个疾救病房 不会导致 这种细胞增弱 这种细胞增量 这种细胞或多或少 这就是你 有健康的状况 就是你 平时就这么多 如果你平时就多 你就不容易 平时就少 那么如果多 对你的保护性 在保护性有多大呢 比如说 背酸是1的话 比如说你比背酸多了 一个 一二个人 你就少了 百分之六的 回到 回到 如果你多了 十个的话 你就少了 将近百分之五 所以 这个对于人的保护 那么另外一个病呢 在小朋友的 这个 这个 朋友里面 如果这个小孩 这个人也觉得 这个心脏症状 可能会有 一个非常严重的 心发症 这是很 很常见的 这个叫做 多系统 多系统 什么样的 它可能会导致 心脏 心衰竭 顺着 会导致非常严重的 心发症 那么这个 这个在小孩的 这个人群呢 我也不大见 如果要是这个 一二六多的话 就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个绿线是得了 这个这个 这个纸线是没得 你看得了的这些 就比没得了 比较显著的低 如果呢 我们把它 还是按照这个 风险来 来定量的话 你可以看 比如说背三一 你比背三要多一的话 多十的话 大概减少百分之二十 我这个病呢 就 从小于降低 那么 那么 病本身就非常非常 乖了 一千个小孩 那么更乖 所以说 降低个百分之二十 什么的 就是一孩 那还有一个结论 是什么呢 我们就很有意思 一个结论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打了新冠疫苗之后 没有些人就不嘴 这有些人好嘴 这是为什么 有些人打了两个疫苗 同样打了两个疫苗 就有个人 在爷伍 我儿子也有个人 特别奇怪 这是为什么 简而言之 就是说 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的身体中会产生 就是对这个新冠病 如果这个抗疫苗 如果这个抗疫苗 医生说 医生可以给你课 如果你的身体 就靠这个爆料 就晚上见了 那么呢 你在接触这个病毒的时候 你的抗疫苗 就会完全地 进入 那么你为什么 有些人 为什么有些人 就少 不论 如果说 这跟 一个不一样的话 你的这个 ER病 我觉得 你如果 如果在学里 它就有更多的 这些 ER病 你打了两支 这些疫苗之后 你产生的抗疫 或者比别人 就会比 比如说 你比别人多十倍的 ER病 那么你会比别人多 多少倍的抗疫 大概是一倍 大概是一倍 所以 我现在 就是说 我们到这里 经常会觉得 没有这个 这一群很重要的 这种病啊 路上都没有 这种病毒 就是说 有种种 这种化妆 会做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在嘛 那么 那么 这个病毒 其实对 这种化妆 就是觉得不是的 因为啥呢 因为这种 这种细胞 就只有 Mate这种细胞 其实 哎呀 其实它不能算是 真正传统以上 它识别的这种 非常广 不像 这种细胞 就是这种细胞 这种细胞 这种 Mate这种细胞 它是广泛的识别 这种细胞所生命的 这种小细胞的细胞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 它不是 它不是 特性的 这些病毒 那假如 你不是被新病毒 你是被流感 所以 你被 大扣的肤 大扣的肤 那么 新的这些 一轮又有新的病毒 也起 这类细胞 也起 它 你 降低 你 就 降低 你 进发 增加 你的心 这是我们这一个 那好了 既然 它这么好 我们有没有办法 我们上去 这个图 能不能让它多一点呢 大家的 大家的一个想法 那么 那么 你比如说 我们往回看一下 这个图吧 你看 同样是20岁 有些人就这么多 有些人就这么少 对 这是为什么 对 这是为什么 有不重要的可能 现在我们也还在研究了 那么一个 第一个 我们觉得 最有可能是什么 大扣 决定的 因决定的 你天生就是应该多 天生就是应该少 就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最大 红卵双生的双胞胎 红卵双生的双胞胎 我们看 如果 如果一个 图 那个图 是不是有 如果这是 你决定的 那就是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看 已经是一模一样 比爸爸妈妈一样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发现 如果你把 一细胞整体的组图 拿来看 确实是这样 这个同一个颜色 代表那个寸 有A有B 你也看到 这个数呢 如果它是在一个分支上 就代表它有形象 就它两次 它两次 这些作战单元的数量 都会 那你看 这个基本上 还是寸 可是如果你只看 这些年龄相关 关起来 没有任何 所以说说明什么呢 至少的 这些年龄相关 受到环境的人 严重受到的 那到底是什么环境 我们 这个我们还在严重 这个 OK 好 那么 OK 我下面 想要cover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 OK 这个 随着我们身体的摔了 对吧 我们知道脂细胞是哪儿来的 脂细胞是股材料 股材料里面有一种 一定的股材料 叫造血战区 造血战区的 这几个 这几个最重要的地方呢 经济最发达了 对吧 然后都是市场经济 民营企业 发展的最深入的地方 那李强当然对这个最熟悉嘛 而且对这个地方最有信心嘛 所以把这些都起来 我相信 都起来就给大家一种感觉 应该没有问题 你言之有理啊 因为李强采放出的三个 最重要的 现在定律的 吴婷后 请你关系 基本很好 他们有一大并来的 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白血病患者 白血病患者 接受了骨子移植 它原来的那个免性没了 我们放过大疗 你把它整个的 所有的这个 奥血干系都全傻 因为它比较癌症 有癌细胞嘛 基本全傻 生死之后呢 你找一个健康 有一个健康人 偷他的骨子的干系统 然后呢 传播了这个人 那么如果要是幸运的话 这个人就会治疗 那么这个 这个donor的干系统 那么这个人的身体里边 它就会扩松 它就会再扩松 再扩松 再分化 然后产生了一个 全新的免疫 那么这个全新的免疫系统 是更像这个 重向这个donor 大家都非常 对 随便让我非常索 而且没有睡着啊 很好 这个确实是 比如说你看 随着donor的人的年龄 可以看到 这个donor的年龄 和这一二十六的人 是不想 这个recipit的年龄 和它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让免性 变年轻 你找一个比你年轻的donor 没有鼓吹灵那么多 也可以 还能听到吗 online的 在下面 听得到吗 可以了 Lisa 刚才大概有这么一小段 完全听不见 之后呢 声音又回来了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把大家 包括那个李博的那个microphone 都mute 刚才 有这么一小段 就是掉线了 可是后来又突然回来了 对 就是差不多 这个microphone 现在能时间吗 现在可以 对 要不然我说 先想 先等一会 现在可以了 刚才好像那个 他好像 大概掉了有十秒钟 我想 那还好 咱们 是不是 没step ese 咱们 你 咱们 咱們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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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因为有杂音,刚才吴清禾的声音很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把其他人的声音关了,好像大部分人的声音都是关掉的。 OK,好,请他继续。 好的,那我刚才说到两种不同的体制, 股椎干细胞的手段,骨髓一直显示更困难。 因为它拿到骨髓里面形成了一个液体,对于downer来说是一样的。 周围血干细胞,你只会轻松一点,你抽点血,然后多抽点血,循环一下就行了。 但我发现只有骨髓干细胞的股植会跟downer来一致有关。 周围血干细胞的股植会有这个关。 这个说明啥呢,这个骨髓的年龄真的是不绝对。 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假设说有一些技术真的发展到,比如说你到了八十岁, 然后呢,你留了你二十岁,最年轻,最健康的时候的股植。 然后你说现在啊,我想复回来。 那么你就好像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对吧? 这个你接受了免年系统的一个secondary的孤独。 它跟你刚出生的婴儿比起来,像不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 能不能达到说过两年之后,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这个效果。 但我发现了,至少从骨髓移植的这个患者中呢。 从骨髓移植的这个患者中啊,你可以看到,随着这个移植的这个天数,这个是1.5啊,是0的。 所以说大概10天啊,10几天。 然后呢,到100天。 然后呢,最后到3年5年之后,你可以发现,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移植的天数,它会越来越多。 那么事实上,它是和你年龄增长其实是相似的。 因为你随着这个天数增加,又长了几岁,对吧? 如果你听的是按照这个年龄越大,它应该越少这个趋势。 它应该是这样的,在那儿下降。 但是它不是。接受了骨髓移植之后,它就跟小孩的那个趋势,它就变多了。 所以这个,这个,至少这个趋势就逆转了。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都逆转了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不同的这个,比如说这个248这个单元, 309这个单元,还有60这个单元。 这个黄线是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增长曲线。 然后呢,这个这个指线呢,是接受了骨髓移植的这个患者增长曲线。 你可以发现这两条曲线还是非常非常高度的。 所以呢,都加到一起吧,所有的这13个都加到一起。 它还是不能达到新生儿的那个税率,但是接近。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医学进步到那个程度。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无痛的进行。 就移植我们最近的新生儿的课程。 没有任何台移植。 那么呢,也许我们可以真的达到这个让免疫系统。 那好,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 这个我们今天要再总结一下,都干了什么。 这个你们说到的这个因素拉是比较多。 我再总结一下,我们干了什么。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发明了一个指标。 叫一二二六六指标。 它用来干嘛呢? 它用来界定我们的免疫。 有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病,就要老。 为什么呢? 因为有各种的病毒。 比如说这个有贪咸。 比如说有一些病毒肝癌。 那么这些肯定是解除了。 这个衰老这个状况的部分的维持。 但是这个完全不会了。 这个难道是。 那么第二点,我们知道这个细胞是这个。 基本上他的人们都在这边是在这边的媒体 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基本上最强的细胀 然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一种细胀来作为 就是极性不感染的一个细胀 可以借鉴风险 你比如说 当然了就比如说打VPV压 什么高血压 心脏病啊 这种非常非常比较的细胀肺炎的 这个用指标来说 不说 那比如说都是健脑的 都是健脑的 谁都会有大力 就是这样 这种非常少的人 他可能会有点就更大力 那么最后的 少的话 有没有可能要增加 这个细胀的细胀化 一个就是在这种细胀肺炎神 你可以通过药物疗法 解除你的细胀 一细胀化 还有没有涉及 水潘水通过这个 这个可能还有一句话 这就是我们的丢舍主义 丢舍主义 丢舍主义就是 我们很多中国改变来 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饮食啊 比如说运动啊 就是就是 比如说你的妈妈 会告诉你的那些 那些好了 你看怎么样 例如说我们都做了 会不会更多一些 目前呢 我们正在 正在跟一个大的一个 发生合作 将能够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 就是十万个护士 他们的各种 各样的生活 得起 然后呢 我们才测试 有很多钱 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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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存下去了 一个很大的 困难就是 要不停的事情 就是压力大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真的 你能够得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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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就是我们想知道哈 什么样的因素 能够 就是能够让你厚钱的 让它 让这个第二个 一变是在老一 我们能不能 有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饮食 有什么样的保健品 或者什么样的抗原 如果没有什么样的抗原 的话 打这个抗原 这个疫苗 比如说到了七岁以上 你可以打 就是一种新的 全新的MRI疫苗 能不能让你的 这类体系都变 这是最近在研究 那么呢 那么最后 我们能不能让 一二十一来整理安生 因为啥呢 因为安生患者 它 对不对 大家可以 就是在安生患者 一件二十一 还是这样的 不管是哪个 这个 这一支万 它也有 而且 所以我们就 希望能够从这个 也和我们去年的 那个 然后呢 最后 这基本上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了 参加了 我们这个 也计算三 像我搬到 UKIN呢 是一个 可以说 Immunology的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一号地区在那里 大家要是仔细的话 它自己就把我们自己的地匠 武装成一个 各种兵的号 然后再输入回去 可以 非常非常厉害 那么 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collaboration 然后当然也会继续 我现在的 所以就希望有一天 能够让我们的 做的这些能够 对在座的各位 都有点 帮助 我今天就要讲到这个 谢谢大家 OK 我们非常感谢李不是 真的很不好意思 线上的朋友 可能今天的那个 收音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有点断断续续 那个 我之后 会后结束之后 会把这个 video 然后 link寄给大家 然后 可能希望在那个 video 的回放的时候 会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 有兴趣的人 可以之后 再去看回放 在结束之前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 可能有点 你没有听清楚 可是 现场的朋友 或者是 线上的朋友 不知道 有没有人 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 李博士 那个 我是Lisa 等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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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立超 首先呢 就是 非常感谢 虽然我在线上听 的确是声音 是进进出出 不过大致上呢 也都听到差不多 八成九成 所以很感谢 那个 所以 我 不是一个问 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比方说这个 现在这个T cell repertoire 可以用这个 就是从 从那个 骨髓移植的 病人上 可以看出来 里面那个 ERFU 会增加 就是在 在骨髓移植之后呢 它等于说是 有点 接近这个 可以返老 还童 所以 所以您的意思 就是说 将来的 这个走向 很可能 如果 如果研究成功的话 这个 比方说 一般人 因为显然 老化 跟那个T cell 的减少 直接跟这个 Bone marrow 有关 对吧 对 所以将来 这个治疗方向 是不是就是 可以走 比方正常人 他发现 他经常会感染的话 那用那个Bone marrow transplant 在未来的将来 是可以 可能是一种 治疗方式 对吗 对 我 我 我个人的想法 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的胸腺 不管怎么样 都是在衰老的 就是 我们制造新的T细胞 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骨髓干细胞 还需要胸腺 胸腺 至少 它得有一部分功能 我们才能制造新的T细胞 那么 大概在 比如说 四五十岁 这个年龄 我们多少 可能 比如说 再接受一次 二三十岁 甚至更小的时候的 这个骨髓移植 自体的骨髓移植 可能这个时候 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你的胸腺 还有一定功能 你的这个干细胞 就变年轻了 你等于说 可以把你整个的免疫系统 换一步 它整体来说 就是变成了一个 十几岁 二十岁 就是这么年轻的 一个T细胞的 reptor 那么如果要是 这个能够实现 我觉得至少 从我们看到的 这个数据上来表明 可以部分的 就是 这科幻来讲 就有点部分的 就是你可以让 这一部分T细胞 近似的增长到 你大概是年轻的时候 二三十岁的时候 那个很高的 那个水平 那么你 那么如果要真的是可以做到的话 这个 挺热闹的 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 那么我们就 就是像Lisa 我们suggest 也许我们就有一天 能够让老年人的 这个生活质量 大幅提高 就是说 至少提高ERFU的这个数量 可以减少很多的疾病 疾病的风险 你好 谢谢 艾滋病现在 在很大程度上是的 已经控制了 对 就是他是这个HIV病毒感染的人 不一定会得艾滋病 就是只有到晚期了 他才会控制不住了 才会得艾滋病 艾滋病就是HIV的潜伏期 非常非常的长 它可以有10年20年的潜伏期 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患者 用这种就是ART的这种疗法 就是可以保证 他几乎是保证 他终身潜伏不发病 不会发染上艾滋病 那么他的免疫力还是有的 他会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 因为他都T细胞死了一部分 但是他会比正常人 他还是要比艾滋病患者要强得多 艾滋病患者几乎就没有什么免疫力了 他死于各种免疫化症 所以现在还是 依然还是进步了很多的 线上朋友还有人有问题吗 可以把自己的麦克风打开 然后直接发言 我曾经接触一个保证品的公司 他说他出了一种保证品 去增加我们的端利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就是人的端利比如一开始有这么长 除非是重新补充一些干细胞进去 对我觉得这个 是气异吗 还是 是 是 就是 这个 一种就是 到老了之后 就是一种就是安排魔 如果是安排魔的话 就要多展回心 没有什么办法 是 还有一种就是 是 人老的 就是大脑里的 就是耳朵会减少 你可以通过 可以维持到 就是锻炼你的 有各种思维训练 或者读书 跟着郊游 或者是做一些 那个mental exercise 是可以让它 维持在一个 还相对来讲 能够workable的一个 但是如果 阿斯海默的方法 因为它是 pathological 但我希望 最近的阿斯海默 这个里面 有很多的进展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药物出来 但是是不是 真的好使用 并不知道 抗那个肥皂淀粉 那个淀粉沉淀 就是 就这种药物 所以它是这个 据说是对于早期的 就还没有完全 发展成阿斯海默 就这种患者 是有一定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着未来使用 它会有这种药物 刚刚开始的时候 它不叫阿斯海默 刚刚开始的时候 叫好像 像minor 什么 rex carbonation impairment 就是 是一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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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衰退 吧 就是 是病理性的记忆衰退 你这种 这种时候 好像用这种药 是效果比较好 就是如果 等到完全发展 阿斯海默的时候 可能不好使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得了那个 COVID 阳性 他就送到医院去了 他送到医院去的话 他就是说 隔壁的那个人 家人来看 就是说 那个隔壁的人 已经死了 这样子 他一看的话 他就 因为 空气是流通的 那个 就是 冷气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 然后他连夜就逃走了 逃回家了 然后他就cover住了 就没 就是用 食品啊 什么的话 就cover住 就回复了 他说他还好 逃走了医院 医院的不同的病房 它统统不是 不是share的 它会到一个 中央的一个过滤网 它会把这个 所有东西都过滤掉 它不会说 一个病房 隔壁病房 会传染这个病房 那是不变 这个 但是 但是反正医院呢 是为什么 其他的感染的 机率是大一点 因为患者比较多 最怕的 其实最怕的是 即发的细菌感染 就是已经是 比如说有病毒感染 免疫就下降了 然后再即发一个 细菌感染 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得 很严重的病发症 可能比如说 心肺衰竭啊 比如说肝衰竭啊 这种 通常都是严重的 细菌感染造成的 或者说千言不遇的 那种肺炎 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觉得 这种T细胞啊 就是它比较重要 因为它多的话 它可以帮你控制 细菌感染 对这个 预案 就是 好 那个我们可能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在结束之前 那个 请 Lisa来帮我们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然后非常感谢 李博士 那请 Lisa 我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OK 好 请说 我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什么检测手段 可以检测出自己的免疫力 是高还是低啊 这个吧 免疫力这个东西吧 它是一个 你种粘质的概念 不太容易定量 我不知道能听见吗 我这里也有的了 就说 没有什么 就是 我们 这是一个 简单的课题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对免疫力的一个方面 进行的定量的课量 就是 针对 Mate这种cell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是如何变化 这是一方面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整体来说 我们免疫 我们脊细胞多样性下降 这也是一个定量的课量 但是这个测量就很广泛 你不知道 你整体下降的时候 你说 我针对所有的免疫力都下降了 这个对你来说 可能就对所有人来说 不是对你方的点 对吧 那么如果 就你没有办法做什么 它的这个多样性下降 你没有办法做什么 我们希望就是有些 actionable的mine 你可以做点什么的 这种 这种测量手段 定量的测量手段 让我们能够就是 在一定程度上 逆转这个免疫的衰老 那么当然这个免疫的衰老 就是免疫力 其实它下降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 其实呢 不光是7细胞 B细胞 这种08细胞 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胞 它也会下降 或者它变坏了 那么一个最典型的就是 我们的一开始 起好作用的巨式细胞 它当老了之后 它会变成一种 不起好作用的巨式细胞 这种一开始的那种巨式细胞 就是比如说 你的身体出了炎症了 它会迅速解决掉这个炎症 那么当变老了之后 这个巨式细胞 它就不但不解决这个炎症 它让这个炎症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它就从这个anti-inflammatory 变成pro-inflammatory 这是一个衰老之后 这个unfortunately的一个变化 那么有没有办法 移转这个过程 这个也还是一个潜移的 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就是免疫系统 对就是 其实整个原因吧 就是比较复杂了 一个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免疫系统 本来应该分泌的一些细胞因子 它变化了 就本来它应该分泌ABC 它老了之后 它可能分泌DF 就是这个过程 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ABC可能对我们就很好 那么DF可能就没有那么 helpful 然后反而呢 可能还是让一些炎症签 这是有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博士是专门做干细胞这方面研究了啊 就是有没有机会就将来就是说 小孩子一出生就先把它的抽出一部分 它来干细胞 就等于就是很冻啊 好像精神一样的吞起来 那将来就有什么 它年纪大的时候 拿出来再去治疗的病 现在呢 其实医院里边 一个common crisis 就是出脐带血 脐带血呢 有很多小孩干细胞 脐带血其实现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小孩也会做白血病 他得了白血病之后 对吧 你有自己的脐带血 然后你可以扩充了之后 去这个去做 但是呢 但是我们就发现 它有一个别的作用 对吧 如果说脐带血里边的干细胞 和骨髓里边干细胞 它不太一样 如果说最好是 比如说能在 就是青少年这个期间 就是整个这个 从零岁到二岁之间 任何一个时间 如果能够收集骨髓干细胞 然后跟一些冷冻血 保存到60岁之后 然后再一次的话 那么这个效果 从我们资料上来看 应该会 应该会有一波 就是可以再一次的 让人年轻 那现在一面 有接受这种 没有 这是 这是 还是不想 因为这个pratice 它是有风险的 抽骨髓干细胞 这是有风险的 一个手术 不是说 你说我去院抽血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单抽骨髓的话 一般人可能不敢给你做 我觉得如果要想做的话 可以 比如说 Hopefully 如果我们以后 能把这个东西证明 确实是能在 比如人身上做实验的话 我们以后 比如说 一起 convince government 这个pratice 是可行的 或者我们 跟哪些公司合作 我们来collect 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骨髓干细胞 冷冻起来 然后 我觉得随着这个 科技的发展 冷冻的成本 越来越低 现在冷冻起来 血到以后的 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每年都比较很年轻 如果 如果随着这个 这个冷冻的成本 降低的话 也许 到我们 比如说 到了二三十年以后 我们这一代 可能已经拽不掉了 我们下一代 或者下下一代 可能就是变成一个 routine 大家都会 保存力 还有谁 有什么问题吗 在我们结束之前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请 那个Lisa 来帮我们做一下 总结 好 这个 李博博士 这个 我觉得 很不容易 我记得第一次 见到你 一听说 你是李博 我说你跟那个李白 是不是李白的后代 那我们的诗人的后代 后来才发现 好像没有血缘关系 总之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们非常有缘分 那么 做一下总结 那就是你 听这个李博士 给我们的演讲了 你会发现 这个医学上的研究层次 简直是不能想象 就是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 那么可是医学发展呢 真的是突飞猛进 今天的梦想可能就是明天的事实 现在回想那个艾滋病 二十年前 大家一听到艾滋病 就知道是死刑 可是现在也都控制住了 这也不过就是二十年吧 李博士有没有说错 可能就是二十年之间的事情 可能更短 所以呢 我觉得医学的发展 不一定说一定要等到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 很可能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呢 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具体的结果 所以呢 可以看出来 你看李博士是亚裔 那么 所以呢 我觉得 让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有这么李博士在这里 帮我们演讲 帮我们做这么多研究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以你为荣 所以现在呢 请在场的 还有线上的 请大家 拍手感谢李博士 好吗 那我就是希望将来 我们保持联络 你在费城 现在通讯这么方便 等你有什么具体研究结果的时候呢 希望你可以再帮我们 回到中心来讲第三场 好不好 我们这个后 这个希望将来还有这个后续 后续的这个演讲 好 今天非常感谢 那除了感谢李博士之外呢 我也要谢谢Crystal 他是他是我们所有program的那个负责人 负责人 然后Sunny呢 一直在帮忙这个technology这一方面 今天呢 线上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好像过去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们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往后的演讲不要再发生 所以感谢大家今天参加 那我们后会有期好吗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之后会把那个 就是video寄给大家 然后可能也有些 就是线上的问卷 还有一些 中心之后的一些其他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报名参加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参加 谢谢李博士 谢谢Lisa 还有谢谢在场的各位 谢谢 拜拜 拜拜